嗨 大家好 這裡是走一日球民頻道 第一次用聲音的方式來跟大家互動 分享影片 讓我真的非常非常開心 那麼不喜歡我聲音的朋友呢 拜託 千萬不要轉台 因為這集會非常非常精彩 這集我們不只要介紹李多惠Vlog的拍攝方式 他的色調 他的運鏡 他的剪接方式 跟他做影片的一些小小的技巧 當然最重要 我們這集是有乾爹的 乾爹就是6月22號的贊助廠商叫派王 派王會送我們兩張球票 是6月22號李多惠開球的球票 派王這次的活動叫做李多惠開球你來打 活動的內容大家請看影片下方的說明欄 簡單來說就是你跟派王這個活動 你就會有機會站上打擊區來打李多惠的球 在我這邊的活動也很簡單 大家在影片下方的說明欄 我會寫上這次活動要留言的內容 那麼留言的朋友在我這邊就會抽兩位 6月22號的球票 我們工商時間結束呢 我們趕快回到正題介紹李多惠 那李多惠Vlog呢 我們先來探討一下他是用什麼樣的機器 其實我看顏色我就知道他是用Sony的S-Log3拍攝的 那麼我跟李多惠用同款的相機是什麼相機呢 就是Sony的FX3 其實李多惠Vlog裡面呢 他對著鏡子自拍有拍到他的相機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過我相信現在有一半以上的人都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什麼FX3啊S-Log3到底是什麼鬼 那S-Log3呢他就是一個灰階模式拍出來的影片 那灰階模式呢他可調亮度範圍就會比較廣 或比較好調色 就這樣也就這麼簡單 那FX3又是什麼樣的機器呢 FX3其實呢他是可以在低光源的環境下拍出很乾淨的畫質 你們這樣理解就好 假如你們真的要去買什麼高階的相機 你就去問相機的店員他們就會解釋給你聽 所以呢我們不得不佩服李多惠 他呢非常的敬業 他連器材呢都等同於專業攝影師的器材了 那麼有了相機呢我們就可以開始來拍片 那李多惠呢最常運用的技巧就是他會有一種男友視角 男友視角呢我相信台灣的朋友們一定非常的受不了 哇看李多惠影片簡直就被他迷上 不過當然啦歌是有練過的 我只是專研他拍攝的技巧 那男友視角呢其實會給人家有一種親切的感覺 他並不會像節目一樣這麼的自視 看起來這麼的有壓力 因為他使用的是穩定器的方式跟走的方式拍攝 當然看起來就會比較輕鬆 比較活潑 再加上李多惠的笑容呢就會非常的自然 非常的好看 那麼李多惠呢在Vlog裡面也講到台灣人其實真的非常喜歡看韓劇 他自己也知道這一點 所以他最新的Vlog呢還介紹韓國的景點 喔是韓劇常拍攝的景點 他在Vlog裡面也有提到 所以呢他非常非常聰明喔 他知道台灣人想要看什麼 台灣人喜歡什麼樣的東西 而且呢他會常常把台灣掛在嘴上 再來呢李多惠會非常知道觀眾要什麼 觀眾要的是友情跟親情 像之前新聞 哇爆的超誇張的什麼李多惠跟林香同台 結果呢李多惠你看 影片一貼出來他跟林香的互動 大家也沒話說了吧 對我們兩個就是有互動 我們兩個就是好朋友 我們兩個就是感情很好 所以呢他也不用多解釋什麼 在影片中呢李多惠媽媽也有出現過 我記得當時新聞也是大肆的報導 李多惠呢在做影片上面 就只有兩個自然形容 就是細膩細緻 他知道觀眾喜歡看親情 喜歡看友情 所以他在影片裡面也非常有心喔 從韓國帶來很多禮物 給他的樂天女孩們 給他的同事們 那麼新聞呢也是有報導 所以呢哇這個新聞程度 真的是曝光量非常非常大 也會自己做宣傳 不過影片看到這裡的朋友們喔 一定會覺得 哇靠你把李多惠講成這樣 好像心機很重的女生一樣 不過不管是真是假 我們看李多惠舒服就好 樂天行銷真的是非常成功啊 再來呢 李多惠也展現出女性女強人的一面喔 非常非常的獨立 他自己呢買了一台車子 這個車子呢還是分期付款 我記得分了60起吧 在影片呢他也自己開車 所以獨立這點呢 酸民就沒話說了 他也沒有辦法跑 因為獨立的女生真的就是很屌 不過李多惠影片有犯了一個 最嚴重的失誤啊 就是什麼呢 就是他沒有吃台灣的泡麵 他吃的是韓國的泡麵啦 小姐 台灣泡麵多好吃啊 你居然不吃對不對 我們期待有一天李多惠影片 會吃我們台灣的泡麵 他一定會覺得非常非常好吃 當然影片的新拉麵喔 是用泡麵的包裝紙的泡來吃喔 熱水加進去 台灣的媽媽不把你罵死才怪 小朋友千萬不要這樣學啊 那李多惠影片喔 他有抓到一個重點 就是他會介紹美食 而且他會親自下去吃 不過形象的吃法就像看韓君一樣過癮啊 李多惠這點做得非常成功 他在訪問裡面也提到 他自己是很喜歡吃美食的 所以我建議喔 各位粉絲 要送他東西 你可以送一些好吃的東西給他 在VLOG裡面呢 他收到粉絲送給他吃的東西 那個表情看起來是非常開心的喔 再來呢 是他運鏡跟分鏡的模式 其實做得非常的好喔 做影片有個重點 就是拍出來的東西不要晃 因為晃動的感覺會讓觀眾非常的不舒服 那我們看他的影片 假如是他自拍模式下拍攝自己的畫面 他剪接後期用的畫面其實會很短 像我看很多台灣的網美 假如他們自拍畫面會放很長很長一段 就拿相機對自己猛拍 走了很長很長一段路 其實這種晃動感都會讓觀眾非常的不舒服 而李多惠呢 你看他介紹自己或是介紹場景 他其實都是用定卡的方式拍的 不得已的狀況下他還是會用自拍 可是自拍後期的畫面就會很少很短 這段我相信有些觀眾朋友 根本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結論就是 假如你要自拍 你就拿著相機定點拍攝自己 畫面不要晃 求穩就好了 再來呢 我們說一下李多惠的色調 這支影片呢 大概是他所有影片中 調色調的最誇張的一步 你看他的藍色 看他的紅色 有大量的被抽色 這一次呢 就來教大家 怎麼調類似的色調 我們稱之為李多惠的色調 那我們就開啟我們之前在社群裡講了一個APP 叫做美圖秀秀 好再來呢 就進入到我們調色的部分囉 我們先進來飽和度這邊 因為李多惠他的顏色呢 其實是拍S-Log的 他飽和度是比較低的 所以飽和度要下降一點點 然後再來呢 到HSL這邊 我們把紅色的部分呢 飽和度稍微下降 色相稍微調整一下 因為他的紅色是明顯有被改過的 再來是藍色 藍色呢也是他改最多的部分 他的藍色呢 是有點天藍色喔 所以我們色相直接把它拉 拉到跟李多惠很像就可以了 好再來呢 色溫呢 他稍微有點偏黃喔 所以我們色溫稍微改一點 加一點點的黃 讓他更暖一點點 不過呢 這是手機調色啦 調色這種東西喔 大家玩玩就好 你們可以看他的色調是偏向哪一種 然後自己去調整看看就可以了 那麼影片下方呢 我也放上 我自己製作李多惠的色調 是S-LOG3的LOT 大家自行下載 那我給這個LOT呢 是直接可以幫你S-LOG3還原成 原本的色調 再套上李多惠的色調 所以呢 用S-LOG3拍攝的朋友 直接套上我這個LOT就可以了 馬上就到影片的尾聲了 感謝看影片到最後的朋友們 讓我幹話這麼久 別忘了在留言區留言參加抽獎活動 覺得公平公正公開 也希望各位朋友們 有空可以看看 除了李多惠以外 其他女孩的影片 觀看量真的非常的慘 哥是很用心在拍啊 最後呢 我們不只要感謝拉拉隊女孩們 也要感謝在球場上所有攝影師 背後默默拍攝的女孩們的大砲哥 不要在背後笑我們飛仔拍拉拉隊了 不然啊 你來拍看看 真超累的 這集呢 如果觀看量太低 我看我還是乖乖拍拉拉隊就好了 那麼再次感謝支持頻道的朋友們 我會拍攝更多的好畫面 給大家看 大家掰掰 拜拜